伊東森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好 好 整天睡得好嗎 好 會騙 騙 騙 睡不好 你喔 我喔 我在這裡已經五十八次 跟高級班十四次 我第一天都睡不好 你說你睡得真好 我們台灣人一種個性 都不好意思 嚇死你 明明就睡得不好 你就說睡得不好 來 再問一次 長人睡得好會請你拿手 睡得不好會請你拿手 我跟妳講 又長暗 又失電 十二點喔 停電 停到幾點 停到四點二十三分 我都知道 那標示什麼 對 我沒看 我四點二十三分 電來一樣 我想說 待會兒 馬上要六點要放音 起來了 下去寫文書 寫文書 寫文書就串 一些動心 這個 我們今天這天的上課 我非常驚討 要上到幾點 上到今天的影響 十點 甚至 因為那是檢討會 檢討會 檢討會 平常都沒有意見 檢討會都意見很多 很好 檢討會 會開到十點 十點半 時間到十一點 我們都沒有幫你動 今天的課 從八點開始 八點開始上課 八點開始上課 第一課就是 幫你教一技 當然 日本人在這裡說 教一技很難生 但是 一般的人 譬如說 教一技 教一個基本 讓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的上課 要包含 阿祖的一技才來 我們台外民政府 我要向我們國位 說得上課 而且什麼 說得上課 雖然 美國的軍政府 憲主席 不管他在台面上 或在台面下 十四上 因為經過 兩千萬萬年 十個日 是我們香港的美國 特別說 他現在已經 可以說是已經台面化 美國一個三款分的國家 就是 行政 司法 和立法 分開的 所以當那個 行政單位 這個司法單位 打開以後 行政單位 一定要去執行 有的人是說 奇怪 有的人說 如果都沒有什麼 美國跟你聯絡 我只說一個例 當然有很多例 我只剩菜說一項 今年是兩千萬十三年 對不對 兩千萬十一年 十二年 一月十二 是 中華民國流氓 總統的選舉 還是不是 所以在 兩千萬十一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 我們每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都會辦一個忘年會 忘年會 我們在台北 在我們這個 匯官 後面那個工場 當中有千多人 當時美國接受的單位 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這個單位 就是台灣民進黨的單位 是反對選舉 我們本土台灣人 是怎麼要去選流氓的 中華民國總統 你不是中國人 你選中華民國總統 很奇怪 但是台灣人 因為 六十八年的教育 讓我們台灣人 錯亂 就是中華民國 等於台灣 副英文也這樣說 他在 要選舉的移情 十一月 這兩千萬十一年的十月 十一 在高雄的勞工中心 他講這幾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為了這幾個美國回來了 因為在十月十一的移情 上五月他去美國訪問 我們的報紙 都聲說 蔡英文 美國把他搖車去 美國的國防部 跟他密談 我跟各位正式說 那是假的 他在那裡 他在美國的國會 地庫的辦公室 當中有兩個人 和他interview 一個是什麼 一個就是 有跟我們聯絡的人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國會辦公室的主任 昨天我們有機會去跟蔡英文說到的 蔡英文他說什麼 他說那個人有夠壞 但是我跟各位說 美國在和我們接受的人 都不壞 為什麼都不壞 因為 我們夠美國在先 我們還夠贏 所以他在和我們說 他如果說得不對 我都用反應的破壞改渡 我說 你不要忘記 美國說 美國說 我台灣人沒有國情 美國說 我台灣人沒有政府 美國說 我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美國說 今天你在台灣 要是美國軍事政府 在哪兒中 第五點 我常常在家裡 美國的破壞 就是說 叫你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我們 你有合作嗎 他說有 所以在2010年 2010年 的11月初六 美國國務院 有派人 參加我們的典禮 那個典禮 那個典禮是什麼 就是說 叫我們行政內閣 跟參議會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跟我們所有人說 就是 美國 他在跟我們接觸 不管是有行不行 甚至說 有政旗沒有政旗 只說一個事情 讓你聽你就知道了 2015年 12月31日 還沒選舉 因為假登年的 2012年的1月14日 就要出投票選舉 他跟我們說什麼 他說我跟你說 因為娶英文說那個位 我們美國不想相信娶英文 所以我跟你說 馬英九會贏娶英文 80萬票 22月31日 進行 3天 他叫我選佈 他還沒說 你如果是我 你敢選佈 誰會說 選舉是幾千萬人在投票 叫我去選佈說 馬英九會贏80萬 他當時娶英文的氣勢還很好 那三隻小豬有沒有 還當方向 大家都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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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去選佈 叫我去選佈 馬英九會贏80萬 我想說 我如果選佈 可能娶英文的氣勢還好 所以要選佈前 一天 我還問美國說 喂 我跟你說 我選佈是可以的 但是我選佈 如果沒有這樣 我台灣民情就躲起來了 你想想 有豪大選佈嗎 美國說 你做你選佈 因為CIA在全台灣兩千名 他們做民調已經做清楚了 已經結論都出來了 所以在兩千共十一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 那一天 會再一次 還沒吃飯以前 十一點完 我站在舞台上說 我說 美國正式跟我說 馬英九會贏 創意門80萬票 大家都聽一下 坦白說 那個標情我看得出來 標情大部分都是說 你秘書長 每個派的樣子 所以我跟他說 不能去投票好嗎 好 如果不去投票去拍照 都去拍照 我告訴你 你如果去投票 你會百度聽 結論怎樣 也是在投票 但是美國跟你說這樣 你去投票 但是結論怎樣 馬英九贏 創意門幾萬 79萬 八千九百票 差不多八十萬票 喂 你說用電腦算的嗎 我們選保以後 網路 就很多人 互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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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某人去算七百八十九萬 六百公元都有人算 但是第一次選保 是我們 我印象很深 高雄有一個座頭 用我選保的 去看人家對賭 贏一個派算 警察去查的時候 在她的桌上 就有五千萬台票 警察很奇怪 問說 你怎麼知道說 蔡英文會贏八十萬 不是 那馬英九會贏八十萬票 他說 台北有人選保啊 台北是誰 是我們 我們台灣民進府 所以我只要用這個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還有很多 我這一次 我如果騎一張選保的東西 沒有一次落空 當然有時候他比較慢發生 美女說明天要發生 我怕選保一定 我有時候選保以後 可能要過一個月 要過兩個月 甚至要過三個月才會發生 但美國如果沒有說的 我都不會選保 所以我跟各位說 你不要不相信 從這兩年半以來 剛才有一個生理 我們同樣的生理 從屏東來 他說他怕死 你如果嫁他 他的嫁他 我說你不用擔心 和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都發了一個問 跟我們說 台灣民進府 不是非法的組織 他沒有跟你說 台灣民進府 是合法的組織 兩年前 有我們夾後 去跟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跟我們檢舉 檢舉 他就寫一張派 那些人做這張派 你要去嗎 那些內政部的派文 你要看嗎 不可以走 我都不會 不然我沒有 我沒有要讓你來 去跟內政部的文 給他們看 喂 兩千空 兩年的 十個月 是到美國 近來兩千空 十三年 中華民國 所有人 不要來找我的麻煩 也不要去找 我們台灣民進會 這些學員的麻煩 身份證 已經有一萬分了 你去問問 那裡就是身份證 什麼人不要找過他的麻煩 但是我在今天 要跟各位正式跟你說 這是我們這次 我剛才一次說的 明年 2014年 聽清楚 明年 我這裡 好像不算 2% 但你看 自己看 我說的 對不對 麻煩 這個時候 米軍在台灣 會將我們台灣人 分作四種人 第一種叫做 奔土台灣人 第二種就是 台灣人 但是自認為他是中國人 像吳波雄 他就是 台灣人 但是因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這代表 國民黨 去跟習近平說話 第三種 流氓在台灣的中國人 第四種 外國人 外國人 美國已經 坦白說 我已經有得到這個統治 明年 會進來 所以你今天來受訓 我告訴你 你是求到 當然不是說你求到 因為 你有看到論述 看到網頂 或是朋友跟你介紹 但是我希望你各位 你要了解 你現在在這裡受訓 當然我是希望你國際 我還要受訓 因為我們要四千名 這四千名叫做什麼 不是 叫做革命先例 先例是 挑起叫做先例 我說 我們這年 包括我 我們叫做什麼 革命先行者 大先行的人 你共產黨如果先行 就是共產的大佬 不是 國民黨如果先行 也是叫什麼 國民黨的大佬 四季叫先例 我沒有叫你們做先例 我要叫你們先行 革命先行者 所以我們的新聞叫做 革命先行者 趁兩次看看好不好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記得 你不能說一句 革命先例 我沒有做革命先例 今天 很特別 我要頒獎 給一個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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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受訓 我說不行 因為年齡未到 我們的規定是最不 要差不多國中二年級 才能來受訓 因為你國中二年級 你這麼有討历書 但是這個小孩很特別 小孩 小孩 最過高之後 去跟他們老師吐 你講錯了 老師沒辦法 他說的比老師更有道理 這個小孩在那裡 叫做如青 請你來 我來送你兩本書 因為我頂尾 有給你答應說 要送他 要做他薑片 我用這兩本書來送你 謝謝你 革命先行者 最年輕的 那大陸 很像是四人都在做大陸 我告訴你 你覺得愛笑 但實際上 後來真的 我們接到賬款 我們當時要接到賬款 我還給你預測 萬兩年近一年 中華廟說已經不懂了 中華廟說已經要撤退 你都看不懂 三軍出銷 三軍 司令部出銷 三軍司令部出銷 三軍司令部出銷 是什麼意思 沒有指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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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隊沒有指揮是要怎樣 就穿鐵在黑白堂 憲兵出銷 沒有憲兵 沒有三軍司令部 美軍要進來嘛 你沒辦法看 因為郭金剛好明朝日子 很清楚的啊 美國一定是 台灣這個土地 主要佔領全國 一定要離開台灣 所以你們 在外面 剛才就有很多少 我說他們沒受分 都叫少 那個少 那些少 說你少 說你少 打一打一打一打 但是這個時候 你要勇敢 騎腳的感覺 是你打不是我打 所以我常在跟你們說 你不要說上課 你只要上課 沒有效 我的課只要兩隻課而已 喔 台灣就是這麼輕 你說上兩隻課 你說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發法律專家 你要賣賞 我不是說要賣賞 你要知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 我們沒有募款嘛 你在收分的民宿費用 如果是人家農創在收嘛 我們只靠什麼 靠說 這裡的切 墨子 還是廢章 存這些東西 來支付 我們現主席的工作人員 因為 我們這些人 比較老的 可以做二天 但年輕人沒辦法做二天 他們要生完 對不對 所以這點要跟大家報告 今天中島 吃飯的時候 做世衆的 就是做世衆是我們的第二天的學院 我們的祭福是黑色的世衆 八月 十二到十六 我們還要去日本 都要請世衆 我們已經連署去兩次了 一年我們去幾月 150個 驚人 9年去幾月 220個 所以日本的來支 這次 他去幾月 168個 他跟我們拼圖 我們105個 他就168個 我們現在在那裡 看他要多少 所以今年的八月 十二到八月 十五 那時候 日本這方面 他們的來支 我們會出來 而且這邊 有全世界 很多很多記者都會在那裡 所以我本來想說 要來找 我們的動心 六十四個 還是三十二個 先坐 去日本 你如果有時間 你如果有時間 而且你的金錢方面 有較冷的 三萬八千塊 其實不用三萬八 但是我們這次 因為要坐行甘線 我們的路程是這樣 六月十二 說不是 八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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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北出發 背去大阪 躲在日韓的理官 隔天天 坐幽蘭馬斯 我們保幽蘭馬斯 去明治宣法 明治皇帝 明治天皇 他的靈情 給他驚禮 我們這個驚禮 是有絕對的意義 我上課早有跟你們說過 因為我們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新民 這個新民就是因為明治宣法 也在台灣實施 所以我們要去驚禮 驚禮 驚禮後那些島 是行甘線 由京都坐到東京 這個很貴 這要一萬兩千幾塊日幣 因為這段 不是理行車 所說的 是我們要求 因為我們要省時間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坐幽蘭馬斯 五六百公里 坐幽蘭馬斯 坐幾天 所以我們行甘線 一聲就要去驚禮 因為驚禮後 那天晚上住在東京 記得當天 就要去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 他宣佈 日本明治憲法 在台灣取消昭和憲法 那個天皇 又跟他走 之後 14號的下午 去建國神社 預言 因為15號 有很多很多人 我們和日本的來賊 同時 因為我們台灣的英靈 裡面有三萬九千一百 所以我們跟日本的來賊 一樣 那天 為什麼那天 因為那天 是日本的 焦和天皇 宣佈 導航的日子 所以那天 我們要跟台灣的英靈 祭拜 我說一個 迷信的事情 讓你們聽 你們要聽嗎 不是 一說 特色人不能說迷信的事情 但是 我要問 你們要聽我才說 要聽嗎 要聽他手 要聽好 我們去建國神社 對不對 我們 是非常受到待遇 我們是日米內殿 日本人都不能日米內殿 但是我們200日 日米內殿 內殿是什麼意思 就是日本天皇 在祭拜的地方 我看有了不起嗎 十一月是很冷很冷的 那個主記者 穿那種日本的 像日本的 那種 我沒有醒 那種日本的盜袍 說得粗糙 說得粗糙 說西公那種 那種衣服 冠冠那種 那種 那叫洞潘 洞潘下去 那洞潘下去 那冷風出現 那個烏鴉 就背出來了 烏鴉在日本是吉祥物 當然我們有兩個洞心 啟動 我也不想像這種 但是人家的東西 啟動 那東西 啟動的時候 我們旁邊有東西 家父 他一直打嗝 他一直壓制自己 不要啟動 那東西也在旁邊說 欸 這麼多人很難看 欸 稍微 不能啟動 不能啟動 剛好旁邊 另外一個洞心也說 好啦好啦 看他要說什麼 讓他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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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說什麼 怎麼讓他說 他說是 台灣人的英靈 集中的人 代表 派他做代表來說 他說 我要帶你回台灣 因為你媽年 會八月十五 會再來 回來 回來跟他說 我總是雞毛肥 都養起來 因為 今年要派八月十五 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日本跟我說好的 去年 我怎麼 沒有跟 沒有人說 因為我們普通 是都 十二月二十到二十幾 今年也是一樣 欸 我都沒有跟人說 回來跟我說 欸 秘書長 是不是我們今年 就是 回來那十二月 對嗎 就是說 我們媽年的八月十五 是不是要去 我說 你怎麼知道 他說 那台灣人的英靈跟他說 我說說實在 我沒有說不會 嚇一跳 我實在說 我嚇一跳 真是雞毛肥 都嚇起來 今年剛好 那年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月 那個忘年會的時候 煩冷 冷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我想有參加都知道 怎麼知道 那些地方頭前 都用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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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華靈 我自己說 我在台上 我說 那裡英靈回來了 你看 這兩年去日本 去參加那些 精華神社 這兩年都沒有人大約 年紀大約都沒有人大約 很奇怪 很奇怪 當然我說這實在不應該 Cocky人怎麼說我迷信的事 但我是說說實質 給人知道 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幾句 他說叫我們要跟日本提供說 因為日本團員不想讓他們回來 因為GVT日本的 要聽芳蕾 芳蕾叫他們都不能回來 我們就跟他說 讓他們回來 他說他看到台灣人去幫他坐牌 他說我們不是說三萬九千一百 但是他跟我們人說 他說叫我們要跟我說 佛基三萬九千一百的 有四萬幾個 我不知道四萬幾個 因為紀錄裡面是三萬九千一百 是不是有一些人 一些人已經規劃做日本 用日本生命 去給他算是日本人 這是我自己要的 當然我說這是無機之談 我是這樣 因為有這些事情 我講給各位了解 我去年一樣八月十二到八月十五 我們只有三十四月可以去 每天要先報名 把酒店報名 在我過去差不多 這五月二十左右準備停止了 這些人 因為要去參加這個東西 一定要集合 整個機器要討好 怎麼擺 什麼人騎到頭 誰人騎到後面 所以我跟各位說 因為美國現在幫我們幫忙 他也讓日本人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 也就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我之前跟各位說 中央情報局 六月八號公布 六月九號的自由時報 寫得很清楚 台灣的法律 就是仍然是被占領中的領土 被占領中 三什麼人選領 美國選領 被占領是三什麼人 叫美國選領 這不是中國 也不是美國 那是什麼 日本 美國把你選得很清楚 跟你說 台灣這個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沒有錯 所以那兩領土 善良 絕對有意義的 我跟各位說 我們 上課是明天的三點半下課 他記得 你來上三天 健康三天上課中 要上課 明天三點半要照相 所以明天三點半的醫情 你就要經歷行李 你先去經歷變 因為有的人 假的 一個下課 先去房間 去經歷房間 去經歷房間 那些行李在那裡 才出來占領 占領的時候怎麼說 已經結束了 占領兩分鐘就開始了 所以明天我說一次 你一定要先占領 行李先拿給變 沒有拍照照片 你後期還要來占 這期算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的高級班 下禮拜五連續的 第十五屆的高級班 在下禮拜同樣舉行 所以如果時間有方便的時候 我再度希望大家 來想高級班 高級班的內容和初級班是不一樣 這個高級班的 要講的內容就是 預作我們要接掌政權的準備 我們現在的政治局有求一百五十人 當然你現在像高級班以後 原來會列入 我們的經人出來 列入在政治局 有的是中央 有的是地方 要分開 這是我們有規劃 因為我們要再想美國軍事政府 簽名這是什麼 軍事政府簽名就是什麼 就是軍管 軍政時期 軍政時期有沒有投票 沒有投票 所以軍政 國民黨有幫你打過 軍政又過什麼 軍政 軍政什麼時候 就是台灣關係法 台灣基本法 成立實施的時候 會變成軍政時期 所以就是憲政時期 所以四百年來 台灣不再建立我們自己的政權 這是我們第一次 要第一次 所以大家要在學 我們也在學 所有人都在學 不要激烈 不要說自己黑皮膚 一定要照法律 一定要照法律 法律是我們台灣人 為他們的生 現在呢 法復各位 這張是 是什麼東西 內政部的 那個 因為我這個 都沒有給他修改 所有的都 叫原文 請他們 給你 你有看 他說 內政部 認定台灣民政府 是合法支持 那以前就是台灣民政府 平民政府 就是 說我們 所以你如果說 不放心 這給你看 再來 美國的官方的政書 也有 台灣民政府跟台灣政府 都有 你在網頂 我怎麼看得到 以上就是我今天 你與秘書人有約 和各位說的 我再說一次 拜託各位 新台灣論 你一定要有 新台灣論 一定要有 明天七點半 照美國的意思 你受分結束 送你一面 美國國旗 美國國旗 不用錢 但是 為他要求 你不能用鐵枸 你要用旗艦 他說你台灣人 就要用鐵枸 所以你那個美國國旗 不能用鐵枸 要用旗艦 旗艦呢 你看 那老英有沒有 老英也是我們的學員 去把他 還要 用那個什麼 用鞋出來 這個旗艦 這個老英頭 是不會一百塊 旗艦是 三百塊 合起來是四百塊 你可以分開買 還是說 一起買 都可以 以上是 這個時間 在八點 現在八點開始上課 是叫做阿姿 要向各位上這個日文 我們大家好好來學習 要再一分鐘 謝謝各位 謝謝